一天四次固定时间对虾子投喂饲料 吃的还是益生菌 这里是位于宜兰头城的室内养殖场 它跟传统养殖很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养虾场 是有屋顶造势的设计 就是要防止鸟类的粪便掉入造成污染 这样才能够安心做菌相养殖 菌相养殖所养赖的就是他们所专攻的水质监测 如果水质好的话 他们的产量其实比一般户外的养殖 产量高上至少五倍 养虾场内部就有实验室 深科系毕业的实验人员 每天都得抽取水质 大量累积database进行分析 为了让水质监测更有效率 他们自己打造水质监测系统 24小时监控多项水质指标 包括PH值 溶氧 亚硝酸盐浓度都能测 数据还能及时更新到AI系统 进而联动设备进行增养或者调整位时 用AI来养虾 而背后团队竟是个平均年龄 只有32岁的新创青年 原本我们是选3000MAQ的 3000MAQ的它是可以打2米多到3米多 开会讨论接下来的计划 站着的是执行长余万周 会投入养虾这一块是因为在海大朔班期间 就跟教授从事水质检测 在水质检测当中发现庞大商业价值 这个方法它是能够测一些养殖物 它们需要的参数 比如说阿摩尼亚 或是氨氮或亚硝酸盐 或是甚至一些生物性指标 种菌树 胡菌等等这些 那这个是一般的电极法 它是没办法做的 我没有甚至于申请发明专利 中国 美国 台湾都有 水产养殖数据是全世界任意AI公司都没有的数据 五万周要自己做 台湾城市草虾王国却因为疫情重极 日渐萎靡 如今仰赖进口 目前全球养虾国家大约60多国集中在亚洲 养虾总产值高达120亿到150亿美元 预估到2026的时候 全球虾消费总额将高达250亿亿美元 想让台湾恢复草虾王国的荣景 必须用AI 用科技精准检测 头额或是排污这一类相关的 我们都可以在这边做设定 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的水位是多少 每一池的水位是多少 那每一池的水位是多少 我们要排多少的量 养殖人员只要坐在这里 他就可以控制这里去做排污 他就可以不需要到现场去做排污 短短五年时间 团队从单纯的水质检测 进化到一站式养殖 并着手全自动化 传统养殖需要大量人力 但自动化之后 一人能抵36人 大幅降低人力成本 而下一步就是撒电公升 所以这边有个门 但是它是隔开的 对对对 荧幕投影出 接下来在中南部要建制的养鲨场 上头将全建制太阳能板 届时将从现在的一公顷规模 扩大到50到60公顷 因为再生能源是全球趋势 台湾也希望在2025年 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20% 其中太阳能占比超过7成 世界在转变 传统养鲨也在转型 要跟AI结合全面数位化 也要跟上能源趋势 结合绿电 走向虾电共生 TVB的新闻 黄金塔王卫庭 一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